伊朗位于西亚,属中东国家,东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,与土库曼斯坦接壤,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林,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,中北部仅靠离海,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,国土面积约1648195平方公里,世界排名第18。 伊朗是文明古国,公元前550年,建立了世界历史上,第一个领土,横跨欧亚非三州的帝国波斯帝国,1925年建立巴列为王朝,1979年成立共和国,实行政教合一制度。 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,是高原国家,海拔一般在900到1500米之间,西南部为厄尔布尔施山与科比特山,东部为加恩比尔间的高地,北部有厄尔布兹山脉,德马万德峰海拔5670米,为伊朗最高峰。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,随着欧洲列强的侵入,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,社会经济衰落,封建统治专横残暴,多次发生人民起义。 1921年2月,军官李萨汉巴列为发动政变,夺取政权,建立巴列为王朝。 1921年2月21日,李萨汉上校发动军事政变,占据德黑兰,1925年取得王位,建立巴列为王朝,于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。 1941年李萨汉逊位,尤其子穆罕默德·李萨巴列为继位,巴列为执政时期,美国为了获得伊朗的石油,即保持在中东的利益,大力扶持巴列为王朝,伊朗强大的军力俨然,成为波斯湾地区的警察。 1963年巴列为国王宣布施行白色革命,依照美国的蓝图,来进行伊朗的农业与工业改革,例如土地改革,给予妇女选举权,森林水源收归国有,工人参加分红并限制宗教失利等措施。 另外,还签下了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,可以享受制外法权,犯罪不受伊朗法庭审判,而是交给美国处理。 1977年起,伊朗爆发大规模的,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。 1978年,各地游行示威不断升级,群众抬着霍梅尼的画像,高呼打倒国王,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口号。 1978年8月,国王巴列为更换内阁,宣布对首都德黑兰,等12个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,并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反对者。 在德黑兰,有数岸示威者被打死,由白色革命累积的不满情绪,至此达到了巅峰,最终引发了伊朗、伊斯兰革命。 全国各地大规模的示威和罢工,造成石油工业停产,交通中断。 伊朗军方宣布中立,令政局更加失控,伊朗陷入全国性的动乱。 伊朗是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,其劳、勇敢的波斯人,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,特别是在医学、天文学、数学、农业、建筑、音乐、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艺术和工艺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。 大医学家阿维斯纳在公元11世纪所著的一点,对亚欧各国医学发展,有着重大影响。 伊朗人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测台,发明了与今天通庸的时钟基本相似的热闺盘。 伊朗学者的许多数学著作,达到了很高水平。